來看我們在南非的代表處 日前起行到國慶集會時 南非政府竟然要求 我們要在十月底進場 把代表處陳出到南非的收度 說如果沒有陳出 就會直接把我們的代表處關起來 外交不說會研究對應的方案 來範圍我們的租款和尊嚴 南非代表處日前舉辦國慶晚會時 南非政府竟然要求辦事處 立刻搬出首都 如果不從的話 將會直接關閉代表處 如今外交部長林佳龍 也下令掩擬反制措施 十月底進場判出台幅 太好吧 對 因為我們也不是說經常性的 是他們那邊有需求 我們才過去的 換一個所在辦簽證書秀 要不然對我們的辦事處 讓南非政府要求 簽出收度 外交不公的回應 下令願意 關節措施有效的方向 在這裡要求南非主台辦事處 簽出台幅 嚴格審查南非人事簽證的申請 以及這日報 停止夠有交流 當時建議優先落出優惠 是否定義優秀來檢查南非職 老四位所容 應該要採取的反制作為 也希望我們的外交部部長林佳龍 下個禮拜一 就要到外交國防委員會 來進行專案報告 日空一千年 我們又住 內吉利亞的代表處 也要求 任何當地的武警方訴 要求 辦理收度 阿布加 這次 中國跟飛舟合作 也是無此存 適合臺灣的代表處 要求 辦理去收度 請問到 塞車的五十分 這個約翰二十分 好 蘭國也提出歡節手段 為何主權更尊嚴 哈囉 我是張新聞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